当我们在安装 Windows 11 操作系统时 会强制要求你登录到微软账户 本期视频分享三种绕过的方法 可以跳过微软账户的登录 第一种方法 来到这页面的时候 如果你不想使用微软账户登录 按住键盘上的Shift架 F10 如果你是笔记本电脑 就再加一个 iPhone 加伺服架 F10 这时候会打开命令提示符窗口 在命令提示符中输入屏幕上的命令 然后回车确认 就会弹出提示你创建本地用户 直接在这里设置本地的用户名 然后设置密码 同时这里要求强制设置安全问题 设置完成后 点击下一步 这样 就轻松绕过微软账户登录了 第二种方法 来到这页面的时候 如果你不想使用微软账户登录 按住键盘上的Shift架 F10 这时候会打开命令提示符窗口 关闭命令提示符窗口 按住键盘上的坎吹加Shift加J 打开JavaScript开发者控制台 输入屏幕上的命令 回车 按一SC键退出 接下来就可以创建本地用户了 第三种方法 来到这页面的时候 如果你不想使用微软账户登录 按住键盘上的Shift架 F10 这时候会打开命令提示符窗口 在命令提示符中输入屏幕上的命令 然后回车重启系统 此时此刻 就成功地绕开了微软账户的登录 视频中用到的所有命令 我已经放说明栏里 仅供学习参考 该方法经过测试 可以支持WindowsC125H2和24H2的版本 我是台北小林 如果视频对你有点帮助的话 欢迎点赞 关注评论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